115 中國報 修廢制或喊卡爭開進,準備好才實行 2015年7月26日大城市C03在未做好準備下, 原定8月1日落實的泊車修廢制或隨時喊卡 加影視議員曾開進向中國報指出,在本月份的常月會議中, 會要求將泊車廢制展現落實,因泊車位未規劃好 很多泊車隔以不見,他們將建議挪後落實日期, 至所有準備工作妥善處理,並在落實前召開回報會 他說,他增諮詢商溪龍鎮商家意見,商家坦然大專生大清早八佔泊車位 更出現嚴重的雙重泊車問題,以至生意額下跌 許多居民紛紛轉往皇冠承用餐購物,因此贊同收費以改善情況 雙溪龍鎮民則可能因泊車位不足而持相反意見, 同時拉曼大學比倫設有兩個私人泊車場但也爆滿,因此拉曼大學鼓勵學生騎腳車上學, 曾開恩惠赤進坦然,皇冠承和雙溪龍鎮商家對落實泊車制 是全有兩極化的看法,皇冠承商家雖認為當地泊車位足夠,但不贊成收費 他說,萬宜區州議員沙非益也知含視議會要求展延, 並認為收費製為居民帶來經濟負擔。 然後,在這裡,請登致請停止根據, 請問問,再 zeros其他其他事件。 在這裡,請停止有明圖居民帶來經濟負擔